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最近阿美却一反常态 她买了小白梦寐以求的游戏机 为了陪她郊游 熬夜学做紫菜饱饭 并带着她逃课 享受二人世界 为她制作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婚纱 不仅如此 她还十分大方地为哥哥买了一辆新车 阿美怪异的行为让家人很奇怪 但看她开心的模样也没多想 直到在一次家庭聚会上 阿美突然晕倒 她身患绝症这事终被发现 而她早已知道真相 阿美请求哥哥 不要将自己患病这事告诉小白 她想在最后的日子里 好好陪伴小白 为她安排好一切 学校里因为闺蜜喝了小白的水 患有洁癖的她 直接和闺蜜吵了起来 并辱骂闺蜜是乞丐 这事传到了老师那里 老师叫来了阿美 阿美这才得知 小白因为洁癖被孤立的事情 回家后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阿美希望小白能改掉这个坏毛病 因为自己不能一直陪着她 而小白却不在意 她认为一个人就很好 没有阿美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 这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 她没有埋怨小白 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小白的顾僻 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阿美打开门想跟小白道歉 懂事的小白率先说出了对不起 并希望能跟妈妈一直在一起 永远不分离 阿美想到自己将不求于事 和小白相拥而弃 为了改善小白与同学们的关系 阿美决定在小白生日这天 给小白办个生日party 并让小白邀请同学们来家里玩 可等了许久 一个人都没来 原来 小白根本没有勇气去邀请同学 不过 两个人的party一样温馨幸福 慢慢的 阿美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小白也意识到了不对 她偷偷地看到阿美 吃各种各样的药 年幼的她 在旧妈那儿得知了真相 她一遍又一遍地确认 妈妈会死吗 妈妈会没事吧 从这以后 小白变得更加坚强 她装作没有听到阿美的呕吐声 转身的瞬间 泪流卖面 这天 小白又因为洁癖和弟弟发生冲突 阿美教育小白 要好好地跟每个人相处 不然 她这个脾气 谁会受得了 小白再也控制不住 她哭着喊道 你呀 只要你能长命败碎 就能忍受我的坏脾气 我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 这时 阿美才明白 小白早已知晓一切 她紧紧地抱着她 她也想永远地陪着她 然而 病情加重的阿美 再次被送进医院 为了让阿美放心 小白主动找到闺蜜道歉 并喝了她的饮料 努力克服洁癖 她也获得了朋友们的原料 她带朋友们来医院看望阿美 希望阿美不要担心自己 看着女儿这么快 就融融了机体 阿美很欣慰 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晚上 小白依偎在阿美怀里 看着熟悉的小白 阿美满是愧疚 她再也不能继续陪在她身边 看着她长大 嫁人 穿上婚纱 影片的最后 当小白醒来时 阿美已经停止了心跳 希望我们永远不要把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面 展现给家人 多花点时间陪陪她们 不要失去后才懂得珍惜 懂得亲情的可贵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婚纱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